12月23日,韩女星崔智佑公司发文,公开了她已经怀孕的好消息。 公司还透露,崔智佑已经怀孕5个月,预产妻在明年5月份。 据了解,崔智佑于2018年3月结婚,当时她表示,丈夫只是圈外普通公司职员,当时还有不少网友感到不解。 因为她身为封密亚洲的海流鼻祖,国民女神,怎么会选择跟普通人结婚? 但日媒报道,则直指崔智佑丈夫身份并不一般,她曾是江南区三红牛郎店的头派,根本不是普通公司职员。 这样的身份令不少人直呼太无语,且更多人都对此消息来源表示质疑。 随后,崔智佑公司否认,称其丈夫真实身份,是某APP公司老板,希望大家不要信邀传调。 但还没却透露,崔智佑为了掩盖丈夫真实身份,还曾助前帮她成立公司,叫其改名后,摇身一变,成为公司社长。 种种消息震惊大众,但其本人却在未公开回应。 崔智佑是韩,国知名演员,1995年就步入演艺圈。 出道刚一年,就与韩国大众男士裴永俊合作出演,从而一炮而红。 这部电视剧在当年十分火爆,每集的收视都是第一,被誉为三台之冠。 崔智佑的事业也持续发力。 2001年,在杜与裴永俊合作电视剧东西练歌,剧中唯美动人的画面和七美月新的剧情,不知赚取了多少观众的眼泪。 除了这些之外,天国的阶梯也是他的代表作。 至今起起,都是许多人心中不可动摇的经典之作。 崔智佑在韩国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,甚至在国内都有众多的粉丝。 许多国人韩剧的启蒙,都来自于崔智佑。 如今,一旦韩剧女神也已结婚,甚至即加生字,不禁让人感慨罪悦的流逝。 不管外界如何猜测或质疑,崔智佑如今只沉浸在自己的生活之中,不理会任何流言。 无论怎么说,能收获幸福其实已经是很美好的事情了。